新城相公所荣获了工程采购作业凭借的基优 香港合理台感谢工所团队的努力 同时对于各项建设都确实的推动基督党 这次新城相公所在耐震补强工程 在阵风处的考核当中得到基优 而新城相公所团队在防训演习 图书馆的改善工程 还有私园楼环保宾藏园区工程等 都获得很好的奖项 欢迎新城府举办的111年采购连正平台启用仪式 新城相公所建设客厂欧业政府来接受表扬 而获奖的工程为新城相公所耐震补强的计划 而这次工程采购案因定定品质督导机制 建造计划以及审查记录 建筑师五次现场作业 亲自现场实地查核 落实公共工程专业继续签证的规则 专业工程人员督导两次并做成记录 工程外观整理整洁为例 交通警告设施齐全 一楼矿线天花板装饰 以及木架符合规格以及美观 施工中对室内既有的设施 以及物品做好妥善的保护 工程周边防汛缺口确实封堵 而七项优良施工采购流程 确实监督工程品质已达到七年的行政流程 获得这次出荣 得到花莲县政府正风处的表扬 说实在是非常的不容易 非常的严格 对于各项的业务的督导 以及各项工作的一个推动 这次新年乡公所在建设课 我们对新年乡的行政大楼耐政不强的部分 能够得到我们正风处 而且是在我们廉政平台 包括我们廉政署的署长 各界的长官 检警调的面前能够获得这个殊荣 我要对建设课表达肯定之意 不只他我们其他上生命理所等等 其他的科士也都获得我们正风处 列为GU第一名中的第一名 所以我对我们公所的这个操守 表达肯定之意 我们一起努力打造幸福的新城 现在合理台表 市建设客厂欧阳金服 新兴带领团队 荣获140年度 花园县的模范公务人员 对各项建设都有确实推动以及督导 这次新年乡公所耐政补强的工程 能够在正风处的考核中得到GU 现场由廉政署署长 各界长官仅仅一同出席 廉政平台启用仪式接受表扬 屡创夹击获得奖项 新年乡公所团队以青年行政作为 为乡亲服务 达到最幸福优质的漫活行程 记得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